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方们的困惑呢 可以关注后私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相当中的一些小知识 第一个我们看这个三奇纹 三奇纹是一个非常极力的纹路 它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太阳线 从中间所分成三条向上的线 像这个第一种情况 太阳线 太阳线在无名指的下方 从这个中间的部位呢 中间的这个部位分三叉 分三叉 然后往上走 往这个手指的根部走 这是太阳线 这个前提是太阳线长得非常的长 那么这个是一种 还有一种的是这个事业线 太阳线以及财运线 或者是健康线 集合在一起 这是太阳线中间这一条 那么这个是财运线 或者是健康线 集合在一起 这个是事业线 三条线都非常的长 集合在手指的 这个大概是砍弓往上 以及在月秋往左边这个位置 这个是一种非常极力的纹路 具有事业潜能 非常了得 是绝非反品 绝非反品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三奇纹 第二个呢 是什么纹路呢 我们看一下 口字纹 一般口字纹呢 是一种正能量 能够起到逢凶化极的作用 化敌为友的这种用处 手掌当中 如果是出现方形的纹路 表示财运比较旺 善于理财 能够俱财 智慧线下方 如果是出现这种方形纹 在生命线和智慧线之间 那么也不干扰到主线 那么做事呢 非常的坦荡 周密 没有小手段 也就是典型的 这个如果是 这个地方能够融下一个口字 那说明呢 它的智慧线跟生命线 分的比较开 格局比较开阔 是典型的川字长 我们来看一个子女线 子女线呢 就是我们说出现在什么 出现在结婚线 跟结婚线垂直的 相交的这种线 这个叫子女线 子女线不清晰 或者完全没有的话 没有这种子女线的话 表示这个生殖的技能比较弱 如果是夫妻双方的话 生子的可能性比较低 妻子的体质 即使生出来也是比较弱 这是子女线 如果是没有 或者是这个非常模糊的话 就这么一个特点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线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什么 实质 更无名指的长度 如果是等长的话 这种人是具有极强的管理和统帅能力 做事非常的 这个有极强的原则性 计划性和高瞻性 所以说这种人呢 是适合做领导 无论是经营还是管理 都是超人一等 这种首相呢 不论男女啊 是这个事业跟钱财运势 是非常旺的啊 是个人魅力也是非常强的 领导能力强的一种人 因为他这个自我管理能力 和这个自律型非常好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的特点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上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关注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